在台南台二十线的日景路段 在15个小时之内 竟然接连发生两起车祸 而且都是轿车冲过 护栏与标志之间的缺口 然后翻覆到了边坡 一共造成一人死亡 两人受伤 而这个夺命缺口呢 是在下坡的转弯处 如果车速过快 又不熟悉路况的话 的确很可能就会翻落到 8公尺深的边坡 轿车翻落边坡 从恐怖缺口掉进芒果园 这一摔就是8公尺深 驾驶被救上来 满头鲜血还能自行行走 但是高龄83岁的老母亲 被救上救护车急救之后 却伤重不治 这里是台二十线 台南预警路段 笔直的下坡路段 有个大转弯 警方说要是车速过快 或疲劳驾驶 一打瞌睡就来不及反应 这个地方正好有一个转弯 那如果车辆 它走直线的话就 会往这个地方 那原本有芒果树挡住 那芒果树被冲撞了之后 就形成一个缺口 巧的是 就在这一起车祸发生后 15个小时 深夜三点多 同样的夺命缺口 又有一部轿车栽进去了 90度卡在树丛中 现场因为由于是八公尺的边坡 然后现场那个土石也比较松满 导致我们同仁 再将这位民众救上平地的时候 会比较不容易着力 同样的转弯缺口一再出事 让井霄疲于奔命 尤其入秋之后 山区容易出现浓雾 工屋段已经增设反光标志 加强警示 警方也提醒用路人 行经台二十线预警路段 一定要减速慢行 以免掉进夺命缺口 于是新闻林俊明 台湾市报道